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4月4号 我们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是中日的船只相撞 然后前天又爆出来了中越的船只相撞 谁撞谁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 我们不追究它的细节 我们只看一下从这个事来看一下中美关系 那肯定有人说 你怎么什么事都能查到中美关系上 你们就是受这种美帝国亡国中华之心不死 这种思想洗脑洗的太厉害了 其实吧 你要是那么感觉的话 我觉得也行 但是呢 这两个事说白了 真的就是中美关系的事 我们先看一下国内对这两件事情的一个报道 国内这两次的报道呢 包括这个华春莹的发言都是非常克制的 国内虽然也报了这个新闻 但是没有什么热度 没有热度 接近是冷处理了 就是我觉得这种态度还是蛮欣慰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国家对美国的这个亡我中华之心 看的实在是太明白了 我们先说美国是不是有亡我中华之心 首先肯定的呢 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有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和我们中国人一样 就是喜欢和平 然后过好日天天能嗨一下是不是 我觉得那就很好 大部分 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呢 美国它作为一个国家 它的国家意志 其实和这种人民的意志 有时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它国家意志的话 肯定是想亡我中国的 但是可能说亡我中华之心有点说的重了 但是它是不是想遏制中国 这也肯定是有的 当我这么说的话 肯定会有人反对 我之前也提过 但是很多很多这些 台湾也好 香港的朋友 一看他们发言就知道 他们说你看美国帮我们帮了这么多 美国在你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帮了你们多少多少 你们动不动就说它要亡你们之心 就说你们太玻璃心 实际上呢 这个事我承认它帮过我们 但是呢 时代不一样了 就是时代不一样了 当前的这种环境下 你说美国还是像以往那种 一心一意的 就想对中国好 但它以前对中国好 也是寻求自己的利益嘛 对吧 但你说它现在还是像以前一样 对中国那个样人 那我只能说太肤浅了 太肤浅 我举个例子来说 反正时间年龄稍微大点的 都还记得那个腾讯的3Q大战 对吧 腾讯 秋秋和那个 360 当时 大撕逼 为什么呢 咱不讲解 我只说一下腾讯之前的一些表象 在那个3Q大战之前呢 腾讯都是 所有的新的东西 这些新的模式都是抄抄抄 看人家什么有前途的 拿过来就抄 也不管人家告不告 因为你告的话 可能要到南山法院那边去告 基本上小公司都告不赢他 所以说腾讯的口碑非常非常的差 我记得那会流传的一个说法是 你如果说开一个小公司 你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模式 但是你没有钱 你要去找这种风险投资 然后投资人呢 就会直接问你一句 如果腾讯要抄你这个模式 跟进你这个商业模式的话 你怎么办 你如果说回答不出来一个合理的答案的话 那你这个融资基本上是拿不到的 但是呢 在那个3Q大战以后 腾讯是做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他从那以后呢 就不再像以前那么low逼的干事了 就是他觉得你这个商业模式不错 你不缺钱吗 我投给你 对不对 你看那个京东对吧 还有这个拼多多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你像拼多多的话 借助腾讯的钱也好 借助腾讯微信给他导流也好 取得了一个巨大的飞誉 对不对 拼多多赚了盆满钵满 腾讯也跟着赚了盆满钵满 那你说腾讯是不是 他就真的就变了变好了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后面就出来了一个有意思的事 就是这个金日头条 是不是 金日头条呢 一开始也是个反正也没什么道德底线的公司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以前的话也是超超超是吧 哎呀各种各种侵权的东西 你看当时那个怎么说呢 金日头条上的文章 你说那些文章有授权吗 没有的 但是呢 他借助这种野蛮生长 迅速的就提高了自己的实力 然后呢 后面抖音横空出世 抖音横空出世以后呢 腾讯突然发现 这个抖音对腾讯造成了巨大的一个战略威胁 为什么 因为腾讯呢 它最核心的一个产品 目前来说就是微信嘛 对吧 抖音的出现呢 直接把微信的这个 每天用户的使用时间直接给它降低了 所以说呢 这动摇了腾讯的根基 紧接着呢 去年我们就看到了腾讯和金日头条各种撕逼 哎呀 微信封杀抖音 然后那个 头条上 各种要起诉 腾讯的这种 怎么说呢 这种新闻 反正就是说 我通过这个事来看呢 就是说 腾讯没有变 就当你对它产生威胁的时候 它该是什么样子 还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美国 对日本 对台湾 对欧洲 是不是和腾讯 对拼多多了 对美团 对这个京东特别像 就是说 我们一起合作 一起赚大钱 但中国呢 你说中国现在像什么 中国像不像金日头条 中国像不像金日头条 5G像不像抖音 对不对 本来呢 美国是感觉中国 可能也是个拼多多这种企业 我帮你那么多 然后呢 你回头 你大了 我们一起合伙 赚钱 但后来发现 不是 不是 就是这个事情就有点意思了 就是 你像5G这个东西呢 你说美国为什么 一直在打压 一直在打压 其实说白了 华为要想让这个美国不打压他 太容易了 你就像三星一样 把自己的股份 让一部分出去给美国 你看美国还打压不打压 他就不会再打压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就和那个腾讯和这个抖音是一样的 你如果说你抖音 或者说你头条 愿意接受这个腾讯的投资 你看还有这些失逼的事吗 就时代变了嘛 就是发现 当你对我的美国 发现中国对它的核心利益 产生威胁以后呢 他就会想着给你去撕逼 就想着让你不爽 搞着各种的小动作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这两天渔船相葬 我觉得就看得比较清晰了 我们再说一个小历史吧 说一个小历史 这个小历史呢 是2012年 中日即将签署这个货币自由兑换协定 然后呢 那个时候 你说这中日形成联盟 是不是比较强 对美国会产生一些影响 在这个时候呢 就巧了 一群香港的 你说他是流氓也好 你说他是爱国分子也好 登上了这个钓鱼岛 然后从那以后呢 这个中日的这个矛盾 急速的计划 我们国内兴起了这种什么反日货的这种游行 还有一个哥们好像被这种比较极端的一个哥们给他脑子给他砸的住院了 好像到现在还没好 然后呢 当时呢 是钓鱼岛这个事呢 发生了以后 一个月以后 这个日本的金融大臣松下中阳 自杀了 这个事就结束了 反正 那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船只相撞 我觉得现在看就看得比较明白了 就是不光是船只相撞 这两天呢 日本也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日本向中国开始靠拢 但是呢 实际上有一些极端的议员哈 也在搞各种破碎 比如说我今天看的新闻是 今天有一个日本的议员说 中国啊 具有原罪 要枪毙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 他提了这么一个提议 你觉得很可笑对吧 很极端对吧 但是这个事情呢 确确实实在日本发生了 所以说呢 这个事 我觉得就是 所有的新闻你都要放一起看 放一起看呢 你就会看得比较明白一些 那美国现在为什么要死到这个日本 包括越南 又在中国搞这些摩擦 其实说白了哈 说白了就是 我觉得我可能讲不太清楚 你们去看这个江峰时刻 江峰那个傻逼 他现在是个傻逼 但是呢 他在一起 他有一期这个后病毒战略 后病毒转 我的嘴不太好用哈 后病毒战略 这一期视频里面讲的还是不错的 当然他的很多说法是有问题的 但是他关于那个战略的解读 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美国疫情在控制过程中 包括他控制住疫情以后的一个短期时间里面 这个时间呢 对中国是一个战略窗口 就是在这个战略时间里面呢 中国相当于这个世界上的诺亚方舟 无论是人才也好 还是这种资本资源 都会疯狂的往中国涌进 也就是说呢 美国看的是很清楚的 他也知道这个时间窗口是比较短的 中国也知道 所以说呢 在这个时候就疯狂的在我们家门口搞事 挑拨各种矛盾 他只要让你 他不需要很久 他只需要让你错过这个窗口 你对他们来说就是最有利的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就是我觉得中日啊 中月船只相撞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后呢 时光里跟沙滨呢 对这个新闻台也有他的解读 但他的解读 我觉得太急发肤浅了 时光里你算了 不说不问你了 这两天表现还可以不问你了 就是他的解读 就是中国邓小平 以后就没有聪明人是吧 你要中国所有的外交关系 就是中美关系 那么呢 你说你像这些邻国的关系 你要想处理 你先和美国商量 我觉得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白了 现在这个事就是美国人在做的 美国人调起来的 你说邓小平在的时候 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老爷爷那么高的智慧 他能看不清楚这个本质吗 他会给你们美国去商讨吗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太可笑了 对不对 有什么好商讨的 人家一眼就看出来是你们美国搞的鬼 过去给你们商讨 直接给你们投降不好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是时光里的说法是有存在问题的 是存在问题的 我觉得整体的事实就是这么一个事实 很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但我们就是说从这几个事实里面呢 可以看到 应该认识到一些东西 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是不希望和中国全面开战的 他如果说想全面开战的话 18年的时候 南海危机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最合理的一个时间点 他那个时候没有选择 这个全面开战 他这回肯定也不会 那他希望的到底是什么 他希望的是 对这个 国内造成一些阻碍的这种局部的战争 局部的战争 这个是他希望看到的 所以说呢 我们也不用太怕 我们可以看看国家 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冷处理的态度 就算是看得比较明白了吧 第二个呢就是 你说越南我们不说 越南那个国家吧 至少他不像日本那么重要 我们看日本 日本目前来说 对中国啊 就是这种亲中的这种倾向 是开始显现的越来越明显了 我们不能被这些一些 就是说日本的亲美分子 他那些行为给迷惑了 没必要让这种 当时那种钓鱼岛事件啊 重新再上演 那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不好的 第三个呢 就是整体的时间是在我们这边 美国人呢 看得很清楚 中国也看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是拖得越久 对我们是越有利 然后我们现在隐忍 不卑不亢 我觉得这个就是 当前国家表现出来的态度 也是最合理的一个态度 但是呢 我们也应该知道 如果说美国 美国他国内的疫情 如果说真的走向失控 到时候为了缓解这些大萧条也好 这个国内的这种民怨也好 他有没有发动这种 全面战争的一个可能 来甩锅 来消化这种他国内的矛盾 其实是有的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如果说他要想走那一步的话 第一个事情就肯定是把台湾牌拿出来 打台湾牌的话 你只有打台湾牌 中国才没有 就是说中共是面对台湾牌 是没有任何退路的 那只能就是说 不想打也得打 所以说呢 你说他打台湾牌 对我们中国来说是好是坏 我觉得吧 这个亮底牌的时间还没到 我们现在不做评论 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中国和美国 是没有到了你死我活的那个地步 就好像腾讯和头条一样 去年腾讯和头条打成那个B样子 你看后来腾讯发现他做的威势 对抖音一点屌用 一点屌的主机作用都没有 对吧 狙击作用都没有 那现在也不提这个威势了 就是说又和平相处了 但也不能说和平相处 但是整体来说不提了 我们都向前看 是不是 我觉得吧 中美应该也是这个样子 你说你遏制中国 对不对 你要使很多力气去遏制中国的 你遏制一段时间以后 你发现5G你遏制不住 中国你也遏制不住 那你还会干这种事情吗 那不如都往前看 对不对 发展赚钱不好吗 对不对 天天happy不爽吗 是不是 而且你说像中美 有没有可能发生像苏联和美国 当时那种冷战的情况 我觉得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你看美俄 美苏 当年真的是分的敬畏分明 它两边都形成了各自的这种内循环 苏联没有你美国我也能过 我美国没有你苏联我也能过 是不是 但现在你别说中美高度捆绑 中国和欧洲哪个国家 中国和日本没有高度捆绑吗 你现在高度捆绑的情况下 美国好 我咬咬牙 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我也要干中国 问题是你美国有那个 破釜沉舟的决心 你说你那些盟友 日本欧洲 他也有这个决心吗 我觉得他们没有 你从这个机器会议上 就因为一个 是吧 武汉肺炎还是 参与Varice 这个说法上人家都不同意的 所以说他们没有那么齐心 所以说 这个冷战是打不起来了 但是呢 短时间里面 我们还要通过各种行动 去表态 表态以后呢 发现 就是说 认识到这个事情本质以后呢 我觉得还是长远的 还是中美啊 友好合作 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 好 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啊